可以看到在瑞芳海滨的中油公司大门口 被民众高挂白布条 上面是写满了民众的怒火 据了解中油回馈金上星期无预警喊咖 原本海滨瑞滨深奥三里该有的三节慰问金 还有活动补助经费全都没了 里长更是被里民每天追着跑 让里长也是很无奈 原本要办活动礼品买了 现在可能得自行洗手 可以看到在瑞芳海滨的中油公司大门口 被民众高挂白布条 上面写满民众的怒火 据了解中油回馈金上星期无预警喊咖 原本海滨瑞滨深奥三里 该有的三节慰问金 还有活动补助经费全都没了 里长更是每天被里民追着问 让里长也好无奈 原本要办活动礼品都买了 现在费用可能得自行吸收 在这个年底到这久没钱为止 对我们地方的省略和这久 我们地方严重严重对他们谴责 他不能欺骗我们地方 企业我们地方的备生 在这些没钱为止 这个油造已经严重 超龄了 已经危害到我们地方 这些备生的秩序和生命安全 在民国八十三年起 地方就一直要求中油公司要签厂 还给他们安全的家园 但二十几年过去了 始终不见动静 而且中油的瓦斯潮超过三十年没有换过 也让地方质疑安全性 居民更是住得体型吊胆 加上这次回馈金无预警收回 更是让地方高挂白布条 以表达不满的情绪 这一次我们会发起这次的抗争 就是中油每次跟我们所讲的事情 都是片面支持 每次都所讲的事情 根本都没有跟我们承诺 所以我们地方上的百姓 加上瓦斯超龄 地方上的反弹叫他们签厂 每次叫他们签厂的时候 他们都说他们正在找地方 中油公司目前还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地方希望在过年前 中油能给地方一个交代 否则地方也不排除进一步抗争